男人有多重视情人节,就有多爱你 关于幸福,很喜欢的一个作者张小贤是这样形容的 幸福就是重复,每天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通电话,旅行,重复一个承诺和梦想 每年的同一天和他庆祝生日 每年的情人节,圣诞节,除夕也和他共度 每年的情人节,圣诞节,除夕也和他共度 真正的爱情从来都不是男人的甜蜜语说出来的 而是他用自己的行为,从一件又一件的小事里 向你证明出来的,在日复一日的平淡日子里 他能够依然爱你,不管时光如何老去 都不会改变他爱你的初心,这或许就是真正的幸福 我想只有重视你的男人,才会做到这样吧 他不会让时间带走你们之间的激情 也不会因为在一起的时间太久,就觉得不需要再浪漫了 他会在每一个属于你们的节日里,给你很大的惊喜 情人节是很注重的一个节日 相爱的两个人,会在这一天为对方准备很多惊喜 看到对方开心,自己也会同样的开心 其实情人节可以证明很多的事情 一个男人,他是真的爱你,还是嘴里说说而已 从这一天可以从他的行为里看清一二 重视你的男人,他会重视和你有关的所有日子 你的生日,你们之间的纪念日,还有情人节 所以情人节这一天,从男人的表现就能看出他对你的爱 你要知道,男人有多重视情人节,就有多爱你 因为爱你,所以重视你 爱简单单的一个字,背后却包含着浓浓的感情 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爱 为了得到心里期待的爱情,往往付出了很多 当一个男人,找到了他认定的女人之后 他就会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女人身上 心里眼里再也看不到另一个女人 所以女人,你要知道的是 男人有多重视情人节,就有多爱你 因为爱你,他才会这么的重视你 他会在这一天专心专意的陪着你 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让他离开 因为重视你,所有在乎和你在一起的每一个重要日子 女人要明白,在一段感情中 男人的付出并不会比你少 或许他不会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也没有对你说很多好听的情话 但是他也会因为你做很多事情 让你从心里觉得十分感动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只要心里真心在乎对方,就会十分重视情人节 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是属于恋人之间的日子 因为重视你,所以男人在乎和你在一起的每一个重要的日子 在这一天,他会放下手里所有的事情 只为陪伴你 其实不止你需要他 那个爱你的男人,他也无时无刻不再需要着你 因为重视你,所以他会努力给你的感情增添浪漫和激情 一段感情的开始或许很简单 那个男人,他可能只是因为和你一次偶遇 就把你放在了心里 然后就是一生一世 可是他也知道 让人这份心动一直延续下去 不被时光带走 需要付出不断的努力 因为重视你 重视你们之间的这段感情 所以他会努力给你的感情增添浪漫和激情 不管在一起的时间有多久 他都不会让你们之间的感情有一丝也好的厌倦和不耐烦 女人你要知道 其实陪伴在你身边的那个男人 他为你付出了很多 而且他对你的付出是悄悄的 默默的 他很少说 但他一直都在做 女人在情人节这个重要的日子里 男人越是精心准备 努力让你开心 越是能够证明他有多爱你 所以请在这一天 安心享受爱你的男人为你准备的一切 但你也要明白 爱情是彼此付出和相互给予 你不能永远等着男人来为你付出 在你接受的同时 也同样要给出回应 一个人爱的太久 付出太多也会累的 所以不妨在这一天 也给男人准备一个小惊喜吧 让他知道 他为你做的这一切 你都不曾忘记 他爱你 你也同样深爱着他 唯有这样的爱情 才能走得更加的长远 对 感谢观看